OK那我们这个基础收纳柜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这个边缝 我们这个边缝 这样的一个定义已经完成 再则办了 再我们就必须对着收纳柜的门板 继续编辑 OK我现在打过的部分的门板 我们使用这一个六分的木星板 OK好那这个 这个台分跟台尺跟台寸跟台杖 如何去分析呢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简易的 这个木工的基本尺寸的这个表 好那你要从下面推上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一段要记下来 这一段一台分 一台分正确是3.03mm 可是因为我们在木做施工的时候 它的这个木屑呢 已经可以忽略到0.03mm了 所以大部分呢 这个师傅在施工的时候 一台分呢 他们都把它当成大约等于0.3公分 也就是说3mm的部分 所以一台分呢 大约等于0.3公分 也就是3mm 这个要把它记下来 好那我们就往上推 然后一台分 同样在一台寸等于10台分 也就是说一台寸有10倍的这个台分 所以它多少呢 就是30.3mm那大约等于3公分 3公分就等于1寸的意思 OK 然后一台尺等于10台寸嘛 所以你再乘以10倍 所以大约等于30公分 这样的意思吗 那么一台帐等于10台尺 所以大约等于这个300公分 也就是3公尺 OK 同样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木星版的是6台分 就是6分木星版 好那6分的这个木星版 它的基本的尺寸是多少呢 同样我们大 因为一台分等于0.3公分嘛 也就是说3mm对不对 OK那我们迷你去推好了 所以6台分呢 同样6分的木星版 它这个约等于多少 同样约等于18mm 也就是1.8公分 OK这是那个板材的厚度 可是我们必须把这个木屏呢 跟它这个粘贴的白胶的厚度 把它算进去 那我们这样做 这个厚度才会比较有意义 OK好 所以大约来再看一下 来看画面上 比如说大约这个整个板材 这个断面 我稍微给大家做一下 绘制 大约这是那个6分木星版的这个粗胚 大概像这样 这样的意思吧 OK 然后它的基本的厚度是多少 大约基础厚度就是18mm 我用迷你来跟它换算18mm OK好 同样那你这个粗胚 我们是不是要给它上白胶 贴木皮对不对 打看一下 那我们会上一层白胶 看到吗 就这一层白胶 同样那白胶的厚度呢 是多少 我们就给它大约抓 这个0.5mm 注意的是0.5mm 白胶大约的厚度 OK 我就说这一段 这一段的厚度是给它0.5 好那左右两边都有嘛 所以这个因为 你有外部的这个面贴木皮啊 人造木皮 那内部可以贴那个珍珠白的木皮都可以 OK 那另外一层也是有这个白胶嘛 所以 这个白胶的厚度 我们就给它抓0.5 这样对是吧 0.5mm OK 那贴完白胶之后干什么 你就给它上人造木皮 好那人造木皮 我用另外颜色好 人造木皮就是比如说 这边再一层啊 人造木皮 像这样啊 把它粘贴上去 OK 然后这一层是木皮啊 同样那人造木皮 厚度是多少呢 来我把它写这个 好我把它写在这里好了 同样人造木皮厚度多少呢 就是这个0.48 0.48到这个0.5mm之间 甚至有的比较厚知道吗 OK 那我就抓0.5好了 因为这样比较好算嘛 然后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 0.48到0.5mm之间 也就是说 这一侧 它的人造木皮呢 它的厚度是 这个0.48 到0.5之间 mini OK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如果你含白胶跟木皮 给它粘贴之后的 它总共要花多少 这一段呢 这段是不是大约等于1mm 因为为什么 因为0.5加上0.5嘛 就是白胶加上 那个人造木皮0.5 所以等于1 然后另外一边 内部也是一样啊 同样那这一段也是等于1 所以同样 所以这个 把它加起来总共多少呢 同样这个厚度 也就是 它是20mm 然后把它划过来 同样总共含 这个白胶跟两侧的 这个白胶跟两侧的 这个人造木皮 所以约等于20mm 这样等于啥 那20mm的多少呢 就是等于2公分嘛 OK 所以我们待会要画一个 两公分厚度的这个门板 但是我只是解释一下 它的这个过程 OK 那我们使用6台分的 这个木芯板来制作 好非常简单吧 同样这种很基本的概念 OK 那我们就给它厚度两公分 那你说 那木皮怎么办 木皮到时候我们再上材质 给它贴图就可以了 OK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门板的部分 同样按这个推啦 有没有 好就点其中一个面 同样点它往外挤多少 给它打2 用公分的单位打2 Enter有没有 这样就挤一个两公分 OK 好那你同样的 同样的这个指令 对它点两下 左键两次 有没有 它会记忆上一次的动作 OK 那就是门板就出来了 同样那顶部一样 跟它切齐 对它点两下 有两公分就挤出来 OK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 做外观嘛 对不对 所以里面没有做筒声 我们到时候这个地方干嘛 在画线把它补齐 OK 好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抽屉的部分 最要左键两次 有没有 就两公分 好底部的这个门 这个收纳柜的门板 左键两次 两公分 这边左键两次 两公分 这样的意思吗 这是它的那个基本厚度 OK 好那做完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 同样我们接下来 要来编辑它的 那个五八手的部分 OK 好 同样那 这里你先试看看 同样先把这个 所以我刚刚讲老半天 就是给它 两公分给它挤出来就对了 但是你要知道 同样你要去知道 这个尺寸 到底呢 它的推理过程是什么 OK 这是很简单的 这个基本的尺寸 你要记下来 这样懂我意思吗 后半段 你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 比较不会算错 大家先试试看来